刚才小弟正在酒楼里陪着一个美人 还有两个根骨不错的三音子 本想一并勤回来 没想到师兄你急匆匆飞了过去 还以为师尊交代的事情有了什么纰漏 没想到原来使师兄的运气更好 不但有个仙古惊奇的玄门女弟子 竟然还有一株千载难逢的成形先知 真是难得难得 既然知道是师兄的运气好 你又来搅什么局 师尊交代你的事情你都办好了吗 师兄明见 小弟对本门的事情一向是最上心了 不但早就办好了 而且还顺便在城里采了几朵花 可惜呀都是些雍之俗粉 哪比得上脱臣超凡的玄门女弟子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比得上脱臣超凡的玄门女弟子呢 又来了一个不要脸的 这会咱俩要吃不了肚子走了 不过是两个魔教的小妖道 就把你瞎成这样 真是天麻烦 难道师尊是拿你来磨练我的吗 你敢说本大仙是麻烦 本大仙还没有嫌你这个黄毛鸭子不麻烦呢 师弟 本门掌幼有序 既然是师兄的局 你还是有多远躲多远的好 师兄 力不独享 何况还有同门之意 这小妞儿我也不合你争 只是 这得了道的仙枝草 那可是千载难逢的仙源 不如你我一人一半 你看如何 一个和尚有水喝 两个和尚没水喝 师弟 原来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通常一株百年灵芝草 能活死人入白骨 何况是得了道的仙草 那可是吃上一口 就能飞生成仙的造化 这种好处让师兄你一个人独吞了 若是传到了师尊耳朵里 不知道他老人家会怎么想 就凭你 也敢要挟我 那个半路出家的登徒子 敢和我提师尊 以本大仙看来 这两个家伙分赃不均 说不准会动起手来 到时候你看我的眼神 咱们看准空子 脚敌没忧 流之大吉 真看不出来 你这个胆小鬼蘑菇精 还挺抢手 人见人爱 居然有人会为了争你 又吵又打 你个死丫头 又敢诋毁前辈 本大仙从来就是人见人爱 还用你说 魔道中人 果然一个比一个无耻 师兄弟都是见利忘义 真不知道他们师尊 都教了他们什么 一看就知道 你还是阅历太浅 魔道各派马 都奉有一本 开一元魔章 这是他们魔教的总论 这第一章嘛 开篇就写 我魔我魔 有他无我 舍己成魔 舍魔成我 既然是舍人成己的宗旨 哪来什么仁义廉耻啊 你这么说 他们还以为你是在夸他们呢 小弟也知道 你才是嫡传大师兄 既然你修为已经这么高了 又何必和小弟争一株草呢 出了油嘴滑舌的功夫 真不知道师尊看上你哪一点 废话不多说 剑上赢了我 先知和美人都是你的 既然说不通 师兄可别怪小弟 以下犯上 煞母剑 那是 他妈弄死 我就看看师尊都教了你什么 金无剑 先等一等 怎么 怕了吗 如果现在停手 师兄我可以既往不咎 和师兄讨教一下剑法再好不过了 但若你我动起手来 美人和先知趁乱逃走 那岂不是得补偿失 既然这样 不如让老道帮你们看着 那不就放心了 相迎未接的剑光 你也是魔道中人 魔道 老道可没这个夫妻 总不会是玄门吧 玄门可没你这种遇见的剑光 老道福伯 大庙不收小庙不要 和玄门魔道都没什么 感性 既非玄门也不是魔道 那一定是义派了 义派 这又是什么门派 这天下的修真之人 除了有玄门正宗和魔道宗派 还有一些既不算玄门 但也不算魔道的修行者 他们自称义派 也就是异于玄门和魔道的意思咯 果然之先是剑多实广 老道就是异派中人 小爷不管你是什么派 苍鸣山终鸣在此 实相的就滚远点 别碍了小爷的好事 师兄 这你都看不出来 老家伙明白这是想捡便宜 欲帮相争他是渔翁得利啊 什么羽翁到了小爷见下 你只能当个死人 这位公子说得倒没错 老道的确是看上这千载难逢的先知草了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命了 苍鸣山是魔道大宗派 老道首养想和阁下过过招 如果老道败了自然命也没了 但如果是老道胜了 如果让你赢了 小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先知和美人任你取舍 八荒剑 金屋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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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